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3D打印逐渐成为生活中常见的技术 现在只要一台3D打印机 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甚至是食物 3D打印食物虽然可以定制出更令人赏心悦目的外观 不过韬客对于美食的追求不仅仅是在于视觉上面的享受 所以这样子店铺传统制作出来的食物 究竟其他的实际用途在哪里呢 3D打印的食物未来最大的用途 或许是让有吞咽困难的病患吃到美味又营养的三餐 有吞咽困难的人们不能安全咀嚼和吞咽固体食物 只能吃煮得糜烂的糊状食物 未有吞咽困难的病人准备的食物都需要煮得非常的软 甚至有时候需要打得非常乱 虽然这些食物当中都有鱼有菜满足的基本营养需求 但是有时候病人往往无法把食物吃完 有些甚至吃不到一半 可能这些软软的食物看起来不是很开胃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区务的吧医院高级资深营养师黄慧专表示 病人要把食物吃进肚子里才能吸收所需的营养 如果在食物方面多花点心思 就有可能让病人多吃几口 摄取足够的营养 慧专好 嗨 你好 我知道在2012年的时候 你就想要通过3D打印技术 把病人的食物都打印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去看是要找到那个3D 是印刷的时候可以打印出来那个模型 是让我们在营养师教导病人的时候可以拿来用 后来就无意中发现到那个3D打印的时候 也可以打印出食物 因为我们有这些病人是有这个吞咽的问题 所以如果食物不够无的话 它的可能会哽到 你的食物煮的时候真的不会很开胃是不是 所以我们如果实在3D打印的话 可以打印出比较好看 它看的话比较开胃的话 而且就比较容易要吃 想吃的话连它的那个营养就会进去 然后我们就营养比较足够 3D打印技术除了可以让食物更加美观之外 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呢 有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做特别 我们叫做personalized nutrition 好像某某的病人的话 他可能会有这个 需要多一点蛋白质的话 可能是他有那个肌肉萎缩方面 我们可以用那个电脑 把它那个食物的那个食谱 把它多硬一点它的肉类 所以它就多一点蛋白质 帮助我们这个营养师 设计它的那个营养足够 所以病人会得到更好的营养方面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绘砖的概念 是如何转化成具体的3D食物 我走访了跟他合作的博士生温秀丽 嗨 秀丽 你好 你好 我是庆凯 这就是你打印3D食物的实验室吗 对 我就在这里 坑调食物 然后用这两台打印机打印食物 其实我很好奇 打印3D食物跟打印一般的物品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所以一个就是材料不同 不是打印金属或者打印塑料 而是打印食物 所以直接就可以吃了 然后第二个不同 就是这打印机 其实跟普通的有些不一样 打印机有什么样的不同 就是这两台 这台是开放式的 而那台是封闭式的 所以会比较符合卫生标准 那封闭式的功能又在哪里呢 这一台其实它比较新 所以它也有比较多功能 它也有比较大的容量 它也能控制食品的温度 而且它也能把多种材料 同时打印 所以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把这些食材输入到 那个打印机里头呢 就是用这一种板子 把食材放在里头 对 然后就在一层一层 换出这个特定的形状 然后每一层是平坦的 可是一层一层堆积起来 就变成了一个立体形状 当初你们知道 要为患有脱孽问题的病人 打造这个3D食物的时候 你们先展开哪方面的研究呢 所以我们就先想到 去秋德巴医院 去了解它患者的需求 还有他们现在究竟是在吃什么种食物 然后同时也探索了海外 有一些相似的研究 或者是商业生活 然后就在这10月方面呢 我们首先开始用了马铃薯泥 因为它比较容易打印 过后就看了 那蔬菜要用什么种的食品添加剂 来改变它的质量 就过后才能打印 整个实验过程 你们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所以一开始2017年的时候 其实关于3D食品打印的研究很少 而且大多数是关于巧克力 或者是水凝胶 而且固体的巧克力呢 你加入后它会融化成液体 冷却后又会变成固体 所以比较容易打印 所以巧克力可以就是冷却过后 它又变成固体了嘛 但是蔬菜不一样对不对 对 就要反复测试不同的成分 还有比例 才能达到最好的成果 那现在你们是用哪些蔬菜 作为你们的打印材料呢 目前已经做了差不多12种 所以这就是一些成品 好像儿童营养餐耶 可不可以让我猜一猜啊 这是萝卜吗 对 萝卜 这应该是薯泥之类的是吗 不对 这是野菜花 野菜花 那这个是 玉米 对 玉米 这个就是豆类之类的吧 对 它是碗豆 所以就是萝卜做成虾 来让老人家可以比较享有食欲 经过了两年多时间的不断尝试 新加坡3D打印中心负责这个项目的研究员 已经研制出多种食物墨的配方 也成功打印出十多种不同食材的3D食物 然而 萝卜认为 让病患品尝这个3D打印食物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知道你们现在已经成功打印出一些食物了 那么几时才会让病人尝尝呢 现在还不是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食物打印的处处呢 是在那个试验室里面 所以食物还是不是安全可以来吃 可是我们希望可以打印 可以design到一个是封闭的 这个3D打印机器 现阶段你们遇到的困难跟挑战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只是讲是我们这些food technologist 厨师和营养师在一起 能够结合在一起去怎么样找这些食谱 可是这些食谱呢 是要看它的印刷方面 所以我们它的机器还要先来 所以你要机器来的话 大规模的话 我们还是要时间和自己 那么接下来你们打算 朝哪个方向来发展呢 我们是希望可以发展到这个养老院 而且还有那些老人乐龄 需要这个有这个吞咽问题的 是住在家里的 他们比较独立嘛 那些可是有这个问题 希望3D打刷的这个3D footprinting的食物 可以送去它的家里 给这些人吃 所以这些人吃了它的营养也足够 民饮食为天 食物对于很多人来说 不仅仅是维持身体积能的养分 更是让心情愉悦的良药 而对于病人来说 保持愉悦的心情 摄取足够的养分 是让身体恢复健康的重要条件 3D打印技术 不仅仅改变了食物的外观 更是满足了人们感官上面的需求 对于病人的康复 起着正面积极的作用 欢迎你浏览8世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诗诚实事的面部 收看网络视频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 诗诚有约 下周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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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